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带你来关心到了 这是香港7月1号 也就是今天是主权移交到中国的25周年日 那么呢这个美国的白宫也发表了声明 谈及在这段时间香港的改变 白宫指出当初中英联合声明 中国得要保证香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50年不改变 但如今25周年刚刚好是这个时间轴的中间点 不过这香港是什么都变了 世人见证到香港民主制度瓦解 司法体系受到空前压力 学术界文化界和新闻界遭到窒息 中国人大通过的港版国安法种种行为 侵蚀了香港的基本自由 美国呼吁中国履行国际义务 并期待香港领导人保障港人在基本法下 享有应该有的权利以及自由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